這個游律師這裡有個當事人是長期去代購的這個大戶 對 其實 他的專業是什麼 其實他是一個上市工 不是 我是說他代購的專業 他有經過哪些程序 沒有 我的當事人他是跟一個代購去買 他去跟他買 其實他是消費者 OK 那其實為什麼講這個案例就是說 剛剛其實王王姐也講 其實你雖然說你很信任那個代購 可是其實代購有時候它是有一套流程 他其實有點養套殺 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一開始他可能 你一開始你會擔心嘛 你剛剛接觸的時候 你可能會擔心他是不是賣假貨給你 所以那些代購有時候他一開始跟你 他知道你開始在試探他 所以他一開始是給你真的 他一開始會給你真的 然後後來慢慢的 他覺得你卸下防備之後 他就開始倒一些假的給你 倒一些假的給你之後 其實他也不怕 為什麼 因為反正你已經幫我介紹很多 因為他們都是一群 你已經幫我介紹很多客戶 等你發現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賺飽了 我已經賺飽了 我已經賺飽了這一套了 他就開始換下一套 所以那個客戶其實就是這樣子 他一開始就是買 買從一個小東西開始買 買到後面覺得 那些代購業者也很聰明 他們也會去用一些手段 譬如說 馬上拍給你看 說我現在在哪家店裡面 我拍給你看你要不要 你要說他馬上會那個款 然後他還說 他真的搶著要 結果他那個代購業者 他不急著賺你這一單 他就跟你說 對不起你下手太慢了 我已經賣給別人了 下次請找 飢餓行銷 對他就飢餓行銷 他就飢餓行銷 那你買不到 那你相信是真的 結果下一次 他就認真 這一次真的下一次他再問他 就給真的是一個 像代購業者他們可能 搶到比較特殊的包款 他就真的他就真的下手去買了 花了一百多萬 花了一百多萬 當然他背後說 他就很開心 他還給我看 然後後來為什麼會 他就說 因為有一次那個代購業者 在拍給他的時候 他那個照片 他就覺得他印象中 他有看過 結果網路上 因為現在Google 可以用照片收圖 他就去收 收了之後就發現 那個照片是從那種 二手網站 就是那種假的網站 直接download下來的 他就擔心了 他心裡就涼了 那之前怎麼辦 那馬上就回頭 再去跟那個代購業者 去要那些他的構證 要不到了 哇 對 他買一百多萬 然後他沒有拿到構證 他沒有拿到構證 這個一定要構證 這個一定要構證 他真的沒有拿到構證 因為他之前 真的很舒服 因為他之前 他買過太多了 然後都是真的 所以他這一次他就 他就真的就卸下新房 然後後來怎麼辦 後來我們就去告他 所以被坑了 對 被坑了 那我們就告他 然後告他之後 法官就說 法官就說 那可能 因為他就抗辯 就是說我也是跟人家買的 我也是被人家騙的 對不對 我也是被人家騙 我不知道 所以我沒有那個 詐欺你的故意 而法官就不懂 法官就可能 就被他模糊過關 而且當初 我們在證明的時候 因為其實那些 我們講的高仿有沒有 他講那些鱷魚包 或是那個細胞 他那個皮 他真的也是拿真的皮 就是說他雖然是假包 不是那個品牌的 不是那個品牌生產的 法官應該是個很難的 對 法官真的是個很難的 然後我還跟他說 法官那個 因為另外他們 那個我們告的對象 他也講說 他當初交給我們這個包 不是那個包 那我們有拍照 他有拍照 然後拍照 我跟法官講說 法官那個 因為他真的是用鱷魚皮 所以每個鱷魚 每個包的那個 因為每個鱷魚皮 他的花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當初這個花紋 照片上的花紋 跟我現在拿出來 這個包包的花紋是一致的 所以我沒有去掉包過 我就是拿當初他給我的包 他騙我的包來告他 法官還是聽不懂 法官還是不知道 因為他說假包怎麼可能會 就一模一樣的東西 最後呢 最後現在我們還在上訴 結果我們還在上訴 OK 我們希望可以翻盤 因為現在 之所以找代購 剛剛講說 四十萬變七十萬 最主要就是說 去專櫃 你不但買不到 有些人就配貨 配了很多貨 還是買不到 最後就只好找代購 幾個代購 代購有這種 到底你買到真貨 假貨的疑慮 那去專櫃有時候 你有錢想買 不只是配貨 就你瘦了滿肚子的氣 大家都洗你 怎麼會笑 你先 姐姐 你先 你有受氣嗎 沒有 我沒有 那沒關係 姨姨你先來 小的先 好 我先 我先說 我前面悲慘的經過 就是其實我也是蠻嚮往馬牌的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 剛好就是 走進去嘛 沒有預約 你這種有時候都要跟 那個業務預約的 我沒有預約就走進去 剛好就在逛嘛 然後在台北 然後就走進去 然後呢 因為那時候呢 我很喜歡一些小東西 比如說掛在包包上的一些東西 馬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來買一隻馬這樣子 我想說馬應該就小東西嘛 所以我就傻傻馬 我就看到那個女的 那個售傻傻 我就跟他問他說 有沒有那個小飛馬 我還要飛的 因為馬 我覺得飛的比較 好像會飛起來 好像比較發財那種感覺 我就想過來一隻小 他就說 講完不到一秒 他說沒有 沒有 他就說沒有 馬上回絕 馬上我都不用思考 然後後來我就說 然後心裡就想說 好 那我就看看絲巾 我想說那個 通常你買包上面 都會綁一個絲巾 我就在那邊看絲巾 然後看香水 看口紅 然後我就有下手 買一些小東西了 這時候那個女業務 忽然跟我說 我們好像有一隻小飛馬 好怪喔 對 想起來了 對 想起來了 然後呢 我就買到了 我的人生中的第一隻小飛馬 制度嘛 而且我跟你講 沒有得選 他就這一隻 就這個顏色 就這一隻 然後他也不會說 像不是說你買東西 可能兩三隻給你選 他就說就這一隻 就這樣 要不要 能不要嗎 就只能買下來了 對 就是一隻小飛馬 因為你剛剛買了很多東西 所以他發現 小東西 然後可以 他就許我一隻小飛馬 這一隻飛馬多少錢 我跟你說 我就是沒有做功課 就是我去的時候 然後就買一些 你本來以為多少 我想說可能兩萬以內 然後那時候好像買 是兩萬多一點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可以買到 我就給他買下去了 這樣子 我想說好吧 就小一個小飛 這隻馬可以跑多快 他都會飛 就看你的 就看你的想像 這兩萬貴 就看你的想像 我起來買不下去 我評判一下 有皮胃 皮胃不是塑膠味 不是塑膠味 小胖 你知道 追批兩萬多嗎 不知道 追批嘛 兩萬多 沒有 我在教訓 怎麼看很多 沒有 這是多少你會買 這是多少你會買 這隻如果超過五百塊就不會買 真的 那小時候用那種皮件的 我在九份看到那個 很像類似的假吊飾 有那麼多皮件 三百塊一塊 兩百塊一塊 女人花兩萬多 去買這批飛馬 你知道他們的心態 心情是什麼 瘋了 哪有 而且詹達哥 我跟你講 這是有錢買不到 對 對 真的 你知道 而且特殊顏色 還買不到 我這個還不算特殊顏色 所以他就釋出來給我了 但這個還不是我覺得 這個讓你綁在包包上 對 就綁在包包上面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你要綁在 綁在愛馬仕的愛牌 綁在 綁在那個 就是綁在那個上面 對 可以 那個 給他示範給那個 這個這樣子綁在上面 這個顏色還滿有落的 所以你可以配一下 這個綁上去 台灣的Alabino提帶有沒有 不是這樣綁 不是 這樣綁 對啊 連這個你就不會幫 世界貧窮 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 真的 假如說我們台灣的Alab 卡吉仔有沒有 卡吉仔去補這次 不知道什麼樣的 你把節目好像弄漏了 可是很配 可是感覺就會覺得 哇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通常可能 如果你的貴婦朋友們 都有這個包 但是每個人綁不一樣的小馬 就會覺得 很開心對不對 很療癒 很療癒 這大哥不知道怎麼接話 很療癒 那一隻馬看哪一隻很配 我覺得這一隻比較配 可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讓我感受到就是 其實我後來買的時候 我雖然開心 可是我會覺得 阿姨剛才不是跟我說沒有嗎 這樣也很像個無尊 對啊 然後 馬會跑 然後他跟我說有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那個表情 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他 我其實就是 我應該要很開心 可是我想說 阿姨剛不騙我 不是說沒有 心情很複雜對不對 這大哥你在幹嘛 換我綁啊 兩萬塊借綁一下 你綁在眼睛 你看看 沒有 感覺哪裡怪怪的 怎麼樣 然後這一隻 已經不錯 這一隻 兩萬多 好看啦 只是說綁的方法再想一下 不然要怎麼綁 沒所在 再買一個包綁 對啊 再買一個包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